他就是混员禅师 讲的这句预言让他声名大噪 被奉为前总统陈水扁的国师 两人当初互动很密切 陈水扁还亲自到南投仙佛寺参拜过 混员禅师还有个专属的电视台 谈一经风水 除了电视台 混员禅师也有盖大学 落成时甚至请来立法院长王金平揭幕 小女婴外婆就是很笃信她 还说因为曾经听过禅师信徒死而复生的例子 当天才会把孙女抱到床上烧香拜佛 祈求能活过来 甚至跑到南投仙佛寺参加法会 四方人员证实当天的确有办法会 但对于起死回生之说 混员禅师本人没现身 由台中道场住持出面否认 住持拿出他们的教义 强调他们弘扬的是意经佛法 祈求国太平安 没有死而复生 这种不科学的观念 在新闻 林博言方品门台中 采访报道 年轻人喜欢嬉闹 但是总不能不顾其他